咱们鹿哥居然喜欢黄毛太妹 上一集说到许多人的手机里都收到了其他人的秘密 这其中也包括林小鹿的 而他的秘密就是喜欢清景泽 这些留言在年级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大部分人的怀疑对象都是受到扳流指示的桥本 而林小鹿怀疑的也是他 毕竟当初看到他和清景泽私会的人就这一个 不过日和站出来劝诈了 毕竟他们手头也没有证据 这件事只能暂时搁置 除此之外 一只赖也来上学了 不过伴流可没打算就这么放过他 直接带人闯到了B班 一上来就说要拯救B班的大家 然后开始挑拨离间 提醒B班的学生们 把个人点数全都集中在一只赖手里 可不是什么安全的事情 万一那封告密信的内容是真实的呢 而他今天带来的 就是一只赖曾经作为罪犯的证据 对方都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一只赖也不好再隐瞒 走上讲台 先给自己的同学们道了个歉 紧接着就开始忏悔 没想到他居然真的犯下过罪行 一切还要从四年前说起 一只赖和妈妈以及妹妹生活在一起 妈妈一个人要养活两个孩子 所以过得非常辛苦 三年后 在一只赖即将升学的那一年 他的母亲因为过度劳累而病倒了 据说是为了给妹妹买生日礼物 强行增加自己的派番 妹妹有一个很喜欢的女爱豆 一直想要女爱豆的同款发夹 为了不让一直都很懂事的小女儿失望 妈妈这才更加拼命的工作 结果最终还是没有办法实现小女儿的心愿 看到妈妈哭着向妹妹道歉 一直在心里很不适滋味 一放学就试图去找兼职 可是那些店根本就不受初中生 而那个发夹居然要三万多日元 他攒下来的钱根本就不够 更火上浇油的是 那个发夹卖得太好 这已经是商店里的最后一枚了 一只赖无论如何也想要那枚发夹 所以他最终选择了偷窃 还告诉妹妹这是朋友送给自己的 妹妹很高兴 并没有怀疑姐姐的话 带着发夹开开心心去接母亲出院 但母亲注意到一只赖不自然的表情 直接猜出这是他用不正当手段获得的 一巴掌就扇了过去 然后带着大女儿去店里道歉 并将发夹还了回去 还付了一笔道歉金 在这一刻 一只赖才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而让他更加难过的是母亲的失望 好在店主没有报警 只是从那天后 一只赖就将自己封闭起来 不敢再踏出房门半步 直到他看见母亲留给自己的字条 母亲希望他能追求自己的幸福 不要放弃学业 一只赖气不成声 决定来到这所实力至上主义的学校 重新开始 也为了重拾母亲和妹妹的信任 他努力在学校里经营人设 成为一个大家都信赖的人 但污点终究是污点 一只赖本来无法直面自己的过去 趁这个机会说出来后 金钱反倒轻松了一些 而且班上的同学们也都对他很宽容 依旧选择信赖他 反流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 不过他提醒众人 罪犯就是罪犯 事实就是事实 所以之后他还会继续造谣声势的 直到彻底将一只赖击垮 好在一只赖现在也重拾了自信 并不惧怕反流那些不入流的手段 就在这时 现任学生会长南云带着老师们过来了 宣布从今天开始 禁止随意散播没有实质证据的谣言 否则将会受到惩罚 反流出了一憋还有装逼 行吧 今天就让让你们 说完后就带着自己的人扬长而去 出门时还给了林小鹿一个眼神 自己体会 原来林小鹿早就知道了一只赖的过去 鹿哥的魅力究竟有多大 居然让美少女主动坦白自己曾经的罪行 那天晚上 林小鹿带着亲手熬的粥 探望一只赖 一只赖大为感动 知道林小鹿是等着自己主动坦白 还情绪激动的嚷嚷着 那时的她也是别无选择她只是想让妹妹开心而已 现在和那时候的情况一模一样 她已经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了 哭着求林小鹿告诉自己到底怎样才能踏出这个黑暗的房间 林小鹿依旧无情 食言自己也不知道 这种事情只能一只赖自己去面对 一只赖终于崩溃了 酣畅淋漓的哭了一场 但崩溃的部分会痊愈 并变得更加坚强 所以她才能跳出板柳的控杠 主动坦白重新获得同学们的信赖 林小鹿还知道板柳是为了让她行动起来 才利用神士的 因为当初神士为她偷来的那罐啤酒的保质期 比现在卖的啤酒保质期早了将近一年 想必是一开始神士被板柳扎包时偷的那罐 板柳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引林小鹿入局 她也承认了 这一切都是为了勾起林小鹿对她的兴趣 一只赖什么的根本无关紧要 她只想和林小鹿比一场 如果林小鹿赢了 自己心甘情愿退学 如果林小鹿输了 就要承认她才是C班的幕后推手 比赛内容就是下次考试 而林小鹿自然是同意了 等板柳离开后又接到了吉耿打来的电话 原来早在一只赖被传谣的一开始 林小鹿和杰梗则达成了合作 她从杰梗那里获取了大量情报 威胁学生会附会长同山将这些情报传播出去 不然就告诉学哥 她已经被南云拉拢了 当事情闹大后 南云率领的学生会和校方才能顺利介入 阻止板柳继续向医师赖下手 作为报酬 林小鹿给了杰梗大量点数 并且承诺今后也会将自己得到的点数的一半给她 只要有钱 杰梗就不会与面前的男人为敌 可惜林一那个木头完全不清楚她的本性 而林小鹿绕这么一大圈 其实只想确定一件事 那就是杰梗拥有的情报的数量和质量 然后来让她退学 很明显 结果没有让她失望 这件事后 林小鹿也成功俘获了一只赖的方金 还获得了人家亲手赠送的情人节巧克力 至此 一只赖也正式上了咱陆哥的赛道 一年级的期末考试结果已经出来 这一班全全员合格 大家都有惊无险的通过了第一学年的测试 本来以为可以开开心心的升上二年级 但紧接着 老师就宣布了一个噩耗 因为到学年结束 都还没有出现任何一名退学者 这种事情学校以前从未发生过 所以校方决定要追加一场特别考试 内容是班内投票 四天后对班内同学做出评价 选出三名赞赏的同学和三名批判的同学进行投票 得到赞赏票数最多的学生会获得特殊报酬 也就是保护点数 这保护点数可以在该学生被退学时 拥有使其无效化的权利 是每个人都想拥有的特权 而批判票最多的学生才会受到退学的惩罚 获得保护点数的学生不能将特权转让给其他人 换句话说 这次学校是铁了心的要退人了 一时之间班内人心惶惶 都担心自己会成为被退学的那个 班长平田见状 立刻站出来主持局面 阿伟同学们 他们已经经历过那么多磨捺 这次也一定可以找到破局的方法 林茵也附和他 只要全班评票就行了 却被班主任否决 如果是那样的话 投票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直到选出要被退学的那个人 除此之外 每个人手里也有给其他班级的同学的赞赏票 所以班级内控票是不可能的 唯一的方法就是准备2000万点数 帮那位同学取消退学处分 可他们怎么可能凑出那么多点数呢 看来势必会投出一个人了 究竟谁会成为C班的第一个退学者 反正山内现在很慌 毕竟上次在传谣事件中 他拉了不少仇恨 担心大家都会把批判票投给他 只有高原四对这场考试很满意 对他来说 这正是踢出班级里没用学生的好机会 比如那个大吼大叫的山内 眼看两人要吵起来 班长赶紧起来拉架 却被山内的好兄弟池田到达一趴 你肯定不用担心啊 反正你那么受欢迎 肯定不会是最后一名 听着大家的议论 班长心里也不是滋味 一下子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最终还是得靠林英出来主持大局 总之这场特别考试已成定局 他们只能努力想办法 或者干脆直接投出去一个 放学后 林小璐他们小团体立马开了会 最起码他们五个人可以互相掩护 避免自己人不被退学 为了避免被其他人针对 在此期间还得保持低调 话虽如此 林小璐已经遇见到了 班上那几个地位较低的学生 恐怕会成为重视之地 那他也需要做些准备 可林英不约而同地找到了龙园 龙园现在在他们班的地位一落千丈 极大概率会成为那个被投出去的人 可他看上去丝毫不慌 林英当然知道 这人肯定不会老老实实说出自己的打算 所以他只问了一个问题 以任何人处境都危险的龙园 如果认真对待这次特别考试 能够避免退学 幸存下来吗 龙园毫不犹豫地回答 当然可以 如果林英需要的话 自己也可以告诉他该如何打破僵局 可惜林英根本不信他的鬼话 而且他也已经做好 剔除某人的觉悟了 他自以为对拖班级后腿的学生 从未手软过 龙园却已经认定 他绝对做不到 毕竟他连自己的凶长都不敢面对 面对强势的龙园 林英下意识地露了气 有些无法反驳 只能转移话题 让龙园先担心一下自己 殊不知自己那位搭档 可是一点也不希望龙园就此退学的 林小露觉得龙园也没说错 提醒林英 趁他哥毕业之前 先试着去直面他吧 到了晚上 林小露又给清景泽打电话唠嗑 当然 主要是想从清景泽那里 获取班级同学的情报 清景泽很好奇 他会把批判票投给谁 林小露回答 给对班级未来无益的人 而这个人 当然不可能是清景泽 毕竟清景泽对班级来说 是重要人物 听到他这么评价自己 清景泽忍住鲜花怒放 林小露提醒他 如果在班里察觉到有人诱导批判投票的话 一定要马上跟自己联络 第二天一早 林小露去上学的路上 碰到了蹲守他的一只赖 光是和林小露并肩一起上学这件事 一只赖心里则乐开了花 两人的话题自然不可避免设计了特别考试 林小露问一只赖 是不是打算自己退学 一只赖像是被说中了一样 有些心虚 他的确觉得自己应该承担更高的风险 不过再深入的话就没继续说下去了 毕竟他们俩现在还不是一个班的 接着一只赖又告诉林小露 自己会把手上给其他班学生的赞赏票投给他 两人之间气氛正好的时候 板柳又过来了 一只赖拾去的告辞 板柳一上来直接切入正题 告诉林小露 前几天他的理事长父亲被停职了 在那之后才有了这场特别考试 换句话说这次的考试是紧急为了让某个人退学而准备的 林小露知道他说的那个人就是自己 那么策划者的身份也就显而易见了 肯定是那个男人 板柳知道林小露和他父亲之间的恩怨 主动提出他们之间的鄙视可以放到下一次 这样他也可以专注于A班内部的问题了 同时向林小露保证 在此期间自己绝不会做出对林小露有负面影响的事情 林小露不置可否 反倒有些好奇 在和自己交战之前 板柳难道不担心自己的手下会不会叛变吗 板柳笑了一下 表示在成绩发布的那一刻开始 他就已经决定好要让谁退学了 那就是和他平分A班天下的葛成同学 与此同时 一只赖也来到了教学楼 并且回忆起昨天在学生会教室发生的事情 他本来是想找南云聊聊关于私人点数的事情 结果对方一上来就是一句 和我交往 反驳 而这就是南云的条件